本视频由蔚来车原创制作 关于大货车司机不踩刹车的问题 一直都受到很多人们的关注 而且很多网友对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 进行了严重的语言抨击 其实大家闷心自问 自己开车的时候是不是也经常穿梭在各个车辆之中 也存在很多的危险性 我们在一味的抱怨大车司机的时候 可对他们有所了解呢 其实大车有很多的致命盲区 而且大车的急刹车很容易造成一系列的交通事故 并不是大货车司机不想刹车 即使开大货车的事也比较开阔 但是大车非常难驾驭 无论是在倒车和坡道换挡上 还是在大车的刹车都是不好操控的 不容易刹得住 而且想要刹车的话 起码要有一个安全的距离 现在网上有很多的大货车交通事故 往往都是刹不住车的 即使是撞死个人 也比起修车的费用来讲是寥寥无几 一旦翻车需要维修的话 动动就会上百万 因此大车不畏惧刹车的问题 人家保险权的很 真的不怕撞死人 其次现在马路上有很多的马路杀手 光想着别大车 这种行为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一旦大货车失控 一下子就能把你掩埋 想要逃生都困难的很 最后希望大家都能够多理解 多沟通 少一些抱怨 我们的生活就会多一些快乐的色彩 同时一定要保证安全驾驶